眼前的少女是我的师妹 而我一大清早便带她前来退婚 她的未婚夫一脸不可思议 毕竟她是肖苗 乃是修真界公认的天命之子 可你以为我们是来和你商量的吗 我小师妹可是有大帝之姿 未来必能翱翔于九天之上 而我灵溪峰养的狗子境界都比你高 你哪点能配得上他 丁 系统提示我获得相应反派点数 果真只有采这些天命之子反派之才来的最快 我叫林北 不久前来到这个九州大陆 并一举成为青云棕林西风的大弟子 而原主从小便好好学习 长大后又天天向上 按正常剧情能活过三级才管 本来想调整人设哪只反派系统不请自来 通过说明书得知 我只配成为那些天命之子的踏脚士 可只要完成反派任务 我便能扭转结局 所以宝子们一定要理解我 这是一枚结音单 就当是我师妹退婚的赔礼好 不过以你这废柴资质看来这辈子都用不上 萧家主大惊有此单 萧家将拥有一名原因强者 萧淼怒道 够了 就算我现在不行 但我也曾在16岁便踏入住基 而你们那时又是什么境界 我分住师妹告诉他你几岁住基的 师妹一脸崇拜祭的师兄好像住基在13岁 而我在你帮助下15岁才突破 听完萧淼到新备受打击气韵也随即降低 随之而来我也得到好处 趁热打铁 再加一把火 萧淼如果我是你哪还有脸坐在这里 至于小师妹的夫君 应该如我这般盖世英雄才对 师妹也极其佩合 原来他喜欢上你才要与我退婚 气急下萧淼准备一掌把我送走 却见一只小脚轰在他的脸上 我师兄也是你能动的 难道你林北只会躲在女人后面 有小师妹保护需要我亲自动手吗 林北 奈兰紫云 你们给我听着 三年之后我闭上青云宗讨完今日之路 而这次换成一只大脚 你们青云宗弟子只会这一招吗 而我想不通这些天命之子为何都这么重啊 下一刻一阵相风袭来 仙子无比关切萧淼哥哥你还好吗 原来是天命之女 果然这天命之子的气域没这么容易打压 务必要斩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上一秒还不肯退婚 下一秒又对头怀送到来者不拒 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仙子则表示哥哥莫要让气得逞 你林北十三岁又算什么 想我九岁便已达到助击了呢 这下天命之子内心彻底崩溃 被打击到倒地不起 我不由赞叹好助攻 难道这妹子是我一对的 姑娘说的对在下天赋 确实一般有机会还请姑娘指教 天命之子则万分不爽猛地将妹子推倒 而后羞愤地跑向屋外 仙子则紧随气候追了上去 时间来到深夜 我知晓今晚的机缘会让萧渺重新崛起 这种机缘你把握不住的 还是交给我吧 而池水中果然现出动静 天命之子又是气急败坏的儒样 丹老你莫非骗我 这湖底全是石头哪有什么机缘 老者无与自己的推算则会出错 不远处我望着抢先一步捞出的灵河 不愧是天命之子 随便一个机缘都是仙气级别 此物为四方灵河可提取所有灵物精髓 而化为原始 得意间没注意身后献出一道美丽的身影 仙子娇和怎么又是你这家伙 你为何鬼鬼祟祟的在萧家后山 今日姑娘的倩影在我脑海挥之不散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不知不觉来到这里竟又见到姑娘 仙子大怒我看你就是来对萧哥哥不利的 说完郊区闪动就要赏我一个大嘴 手臂却被我牢牢控制 姑娘气大伤身 而你若问我爱你有多深 月亮他代表我的心 还好穿越前没少看狗血剧 一套组合拳下来 就不信你不动心 开局带师妹向天命之子退婚 只因我穿越便被绑定反派培养系统 只有不断抢夺天命之子气运我才能保住小命 就在刚刚 先萧苗一步我取得灵气哪只被谷月当场抓爆 知晓仙子对萧苗死心塌地 我也只能祭出土味情话 就在妹子摇摆之时 其守护骨修感到并大喊嘴下流人 而我哪里想到仙子身边竟隐藏如此强者 感知我貌似要被刀掉系统教我自救 原来谷月被种下滔铁水种三年 正是萧苗的守护丹臣下的黑手 谷修询问小姐如何将我处置 刀了它 绝不能让它影响到萧苗哥 眼看老者领命就要动手 我大喊住手 我对谷月小姐还有话说 说什么说 破情话土的吊渣 可当听到谷月体内种了谷毒两人为之一了 滔铁之水 十大易水之一 其种子正在你的丹田之中 不信小姐您让这老头查探一下 仙子将信将疑随即盘膝 而坐骨修则缓缓运起内 不多时老头震怒这小子说的不假 谁人胆敢把我家小姐当成骨顶 而我提醒可从萧苗那里寻得答案 为求真相我们三人暂时和解 可老头你查探时 要小心萧苗身边那个原因老骨 小子你住口 下一刻谷月提醒萧苗哥哥有动作 只见所谓天命之子 正施展滔铁之水秘法 练妖术 随着赤色虚影在其身后陷处 一只斑斓猛虎周身腾起火焰 不多时便被炼化的无影无踪 谷月不敢相信白月光哥哥 真是滔铁之水的主人 我则无语这种剧情为何都会下雨 而当问起老头能不能帮我解开绳子 却换了一顿亲切问候 不解就不解你凶的毛线 反正通过将两人离间我又有意外收获 灵溪峰中小师妹为我考好 从萧府顺走的神鸟 师兄去哪里的为何没在房间 此刻城中某房间内 我一脸无语这两人为何还不把我放 而狗系统竟发布攻略谷月任务 并提示如若失败会被抹杀 天命之女又是那么好攻略的吗 而谷月那边四来想去 或许萧淼哥哥并不知情 一切据是他身边原因所谓 谷修则表示小姐说的没错 听完我正断绳索事实摆在眼前还不承认 妹子长得挺漂亮却一副恋爱脑 还有你一把年纪修为虽高奈何智商低下 退一万步就算饕铁之水是那原因所谓 可现在萧淼已掌握秘法 而你是他的谷顶是不争的事实 再说一个原因 弃灵魂要谷顶来做什么 听完仙子再也忍受不住 哇的一声哭得梨花带雨 我不仅夺了天命之子萧淼的契约 还让萧淼的迷媚看清他伪善的面孔 由于伤心过度 谷月在我怀中抽气不止 从小一起长大 萧哥哥居然是这样的人 而知道被他种下毒蛊 之后我一直强行用家族一伙试图将其烧掉 谷修大惊小姐 你这样只会引起他的反噬 而系统刚刚发布攻略谷月任务 如果失败我会马上遭到抹杀 如果他记了我还攻略个毛线 系统把可以封印饕淼水肿的东西列举出来 每个都是天文价格我顿时无语 你觉得我买得起吗 等等 这个是各自在对方丹田种下风衣 看着还不错 最主要是有了理由和仙子近距离坦诚接触 嘿嘿嘿 另一边谷修尝试用真气将水肿逼出 拼了自己这把老骨头也不能让小姐有事 莫作无用功 小姐若有闪失 老夫定将你挫骨扬灰 之后剧情枯燥我便不再多讲 三个时辰之后 谷月缓缓睁开眼睛 避懒群山之后我也心满意浮 说到你终于醒了 仙子仙是看向我而后 目光向下一动 随后耳光与嘴巴起飞 我的帅脸便变成这个样 给我等的三个月后 避让着小妮子沉浮于我 母亲快看 是猪八戒 别乱说 人家只不过是傻子而已 回到宗门 我庆幸房间没人来过 看来没人发现 我昨晚去萧家浪了一晚 那蓝紫云探出头来 师兄快详细说说 你是怎么浪的 看起来有人忘记 他的小师妹了 恩傲的谷月仙子 此刻无比忧伤 只因天命之女 错爱上萧淼那个伪君子 我也因他对萧淼大师 所望白嫖不少反派之 返回宗门的非洲之上 我开始沉思起来 这个时期的萧淼 已经耗不出一点气韵 我又该去耗谁的羊毛了 正在我范畴之际 却发现谷月也跟了过来 同时系统提示 攻略仙子进度增加10% 谁料这时那蓝紫云闯了进来 什么叫你把这女人看光了 随后一股杀气在我身后燃起 师妹缓缓抽出佩剑 结果我又挨了一顿胖揍 而一声乍响将我解救 看着下面燃起的竟是石虎 原来是爱吃矿石的超弩兽龙 在下面撒欢 此刻正攻击着一只球形生物 我华丽登场一招解决了超弩兽龙 貌似师尊可爱吃这玩意了 刚好带回去当礼物 而求求露出崇拜之色 另一边非洲之上 师妹大怒快去找你那个萧苗 伍越则会呛你凭什么管我 我看你是看上我师兄了 不说 才没有 我推开门问到你俩在做什么 两人却反问你那是带回来个傻 我问起小家伙你从哪里来的 然后装作听懂 明白了 你被袭击了 然后你很害怕 然后我这个帅哥出现拯救了你 你很崇拜我 伍越疑惑你为何能听懂兽女 师妹则让我问问他叫什么 名字吗 系统出来科普一下 查看他的资料需要一万反派制 你怎么不直接去抢 看他一直压压压 那就叫他压压好了 只是查看资料就需要一万反派制 看来这个家伙来头不小 算了以后慢慢研究 两天之后终于回到宗门 紫云依旧看不惯古月跟在后面 古月则表示我拜访 碧云仙子你管得着吗 大鹅 好久不见 来比个心 大鹅嘎了一声 抱歉我和你不熟 不熟是吗 那现在熟了没有 啃着鹅腿我被嘈杂之声吸引 又到了这个时候 真是怀念啊 十年一度的收徒大会之后 估计我又多了不少师弟师妹 系统却提示检测到天命之子就在附近 难道是消缴隐藏身份来我青云宗偷师 却不知一个猥琐的家伙正端着一台法器 上面竟显示青云宗重师姐师妹各自群方值 不愧是修仙宗们 有这么多群方值超过70的仙子 书仙 如果我将青云宗全部仙子泡到手 境界可以提升到什么程度啊 法器上则显示合体期 而九州大陆修仙共分八个境界 先是练器 而后助击可预见飞行 经单原因就比较少见了 合体期则是元神与肉体合二为一 最后经过渡劫便到达大城境界 只有超级宗门才有合体期 只要我把青云宗都变成我的女人 那我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老六哪里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后 原来是新的天命之子出现了 寒宗 练器期 身怀质保但有手好险 拥有炮妞就可以变强的质保群方路 天道真是搞笑 连这种货色都能成为天命之子 系统发布任务为了保护宗门姐妹 请宿主务必夺取她的法宝 成功奖励八万反派职 而失败也没有任何惩罚 我才不信你说的鬼话 狗系统肯定又在给我挖坑 另一边老六到处寻找群方值90以上的仙子 刚刚那些虽然不错 可最高也才有89 却见一位仙子如九天下凡一般 正是灵溪峰师姐独孤狱 法器显示其群方值高达99分 故意少给一分是怕仙子骄傲 而若将其得到老六可直接迈入金丹期 独孤狱吗 我来了 哪只仙子竟直向我走来让老六大为不爽 敢接近我的女人 我要记了这个家伙 而我问到师姐怎么是你主持招新大会 师尊他人呢 师尊在闭关所以派我来 闭什么关 估计又去儿童乐园完了 乐园中师尊打了一个喷嚏 肯定是临北那家伙在编排我 等招新大会结束 人家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 我居然遇到比我临北还要反派的反派 不仅能一眼看透女修的群方值 甚至还想把我冷念的师姐收入囊中 此刻宗门试炼 他再次进化出魔性之帽 让一众仙子为之扰乱到心 随着悠扬的钟声响起 第二百五十届收徒大会正式开启 下一刻主持人闪亮登场 本次大会第一关为海岛秘境 总共有十个海岛 而每个岛中可容纳一百名弟子 通关条件是 找到三个隐藏其中的道具 道具可以争夺 因此每座岛上将有三人能够胜出 当然在争斗过程中 各位并不会真正死亡 败者会立即消失并回到广场 而我各位风主会在大屏幕下 观看各位的表现 我暗想一般来说第一关会非常激烈 但这个叫韩宗的家伙却实属异常 此刻他面对的是一对情侣 师兄表示看到你 内心深处便涌现一股欲望 他在督促着我赶快把你刀了 而韩宗脸上竟浮现出诡异的纹路 下一颗血色之花悄然绽放 师兄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云妹你这是为何 而女修紧紧握住刺中师兄的刀笔 师兄人家不许你冒犯我韩宗哥哥 宗哥哥我说的对吗 望着屏幕里众女修纷纷为之败斗 这是个危险的家伙 应该想办法除掉他 可我却不明白 为何会突然对他产生杀意 宗主紫霄真人此刻也是眉头紧锁 内心生出一股莫名的焦躁 宗主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老夫也同你们一样 而另一边却大不相同 清莲丰主一反常态 表示看着小伙子很是瞬眼 甚至有一种享受他为徒的冲动 不如破掉我清莲丰 不收男弟子的规矩好玩 师姐独孤欲也有同样的感觉 可直觉告诉他 事出反常必有妖 昨天还不是这样 难道是他获得了什么新的能力 戏头快帮我更新韩宗的面板 我这才发现老六脸上多了一道密纹 正是魔性之貌 可瞬间让异性为之扰乱到心 可怕的是每施展一次 他的气运也会随之上涨 作为山寨反派 此刻我很是狼狈 因为冒犯几百岁的罗莉 我差点被安详地送走 而当看到拥有魔性之貌的韩宗 只会玩沙雕的师尊都差点乱了心情 而就在刚刚 秘境中所有女修皆被韩宗迷惑 只因他不仅有专门泡妞的法器 此刻脸上又净化出魔性蜜文 男修看了想揍他 女修看到则瞬间对其欲罢不能 甚至对自己男友大开杀戒 只为得到韩宗一句夸奖 云妹你为何要背叛 我不是说好要做神仙道理吗 而妹子早已乱了心情 你这家伙居然敢用脏手碰 我的心只属于帅气的韩宗哥哥 最后妹子癫狂到连自己也不放股 只因师兄刚刚碰了他的脚片 准备将其堕点 韩宗表示没必要洗干净也行啊 秘境外我意识到 如果不将群方路毁掉 也说现在秘境中那些女修 恐怕连师姐师妹甚至师尊 都会变成这般怪物 另一边师尊在游乐场费了好大功夫 这才堆成一座豪华的沙雕 可还没开心几秒 就因为我的到来而彻底毁掉 我正疑惑为何会增加反派质 下一秒身体便被师尊牢牢控制 灭图 你将落实不会看着点吗 快说 为什么这么急着找人家 我则安详地表示 试炼大会混进一个怪人 扬言把清云宗全部妹子收入后宫 包括师尊女胡说 我要剁了她喂住 师尊啊 要不你给我个痛快吧 碧云仙子则拉起我原地起飞 师尊能不能慢点小弟真的晕机啊 而此刻广场内竟是被韩宗夺爱的男秀 鬼哭狼嚎声此起彼伏 主持人询问各位心情如何 众男怒吼非常烦躁 那我们的目标又是什么 消灭蛀虫 打倒韩宗 这是空中流光滑过落地之声 震耳欲聋 师尊庆祝完美落地要不要给个满分 而当看到秘境传来直播 仙子也是一惊 果真如孽图所说那般古怪 连我的潜意识里都对这猥琐老生出一丝好感 林北既然你能看出古怪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能力吗 而我擦着帅脸做出回答 魔性之帽们这就有点麻烦了 不过万幸这家伙只是练气七 否则修真戒又要掀起心风血 根据宗门古书大平风土记记载 在上古时代出现过有着魔性之帽的化神七男子 他基本将当时整个修真戒的仙子 都变成自己破宫 然后与其他男修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战争 我十分好奇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在佛门开发的人间 清醒喉下大部分仙子被唤醒 然后大伙齐心合力将他干掉 可我又克制他的技能清醒之后 再送我一门意大利跑 瞬间便可让一众女孩清醒 就在刚刚 韩宗在秘境为所欲为最后控制所有妹子 通过观看实时播放 广场中一众女修也为他魔性之帽而变得疯狂 众男修则想将他大卸八块 甚至连冷傲的独孤师姐都轻呼韩宗的名字 碧云仙子暗道不妙 只有佛门才会清醒之后技能 可若请他们过来需要不少时间 怕是已来不及 而我偷偷询问系统商城可有此门心法 界面显示需要2100点反派制 随着交易成功我很快便将其学会 师尊莫要着急 碰巧徒儿学过此门心法 仙子不解我都不会 你又是从哪里学的 而我灵机一动以机缘巧合搪塞过去 且不管你如何习得 但以你助机修为无法将大家唤醒 为时便助你一臂之力吧 说完仙子取出一尊巨大的童钟 而我郑重地接了过来 与其组合成为一门超级意大利跑 在其加持下我的声音提高800多 场中众人具备我嘶吼之声所唤醒 宗主清醒过来表示好了好了 别鬼叫了 师尊则向大家解释刚刚发生的事情 众人感到后怕 务必要将魔性之貌者消灭 否则上古时代的惨案 怕是要在我青云宗上 宗主则表示此事关乎宗门安危 我这就进入海岛秘境 可若有他人出手系统 便判定我任务失败 宗主且慢 这件事何须您老人家出手弟子去办就好 师尊也表示林北说的不无道理 我等在外布置禁锢阵法林北务必小心 宗主请放心 毕竟这不用当反派 便得到反派职的任务可不多见 很快我便进入海岛秘境 而韩宗左拥右抱寻找下一个目标 当看到是我他震惊 怎么是你这勾到我娘子的家伙 我反应过来刚刚正是我挡住师姐不让他接近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所有和我女人接触的男人都得死 韩宗随即命令被控的女修向我杀来 而我当然又是施展一通鬼叫 随着智商重新占领大脑妹子昏昏沉沉 好好运林北师兄怎么来了 我刚刚好像捅了我的晴朗哥哥 我也是 我貌似背叛了黑土师兄 见状韩宗大喊你俩说个毛线快刀了这个家伙 我则告诉他众人已经清醒你的魔性之貌不管用了 而宗主与师尊也趁机将所有人移出海岛 此刻这里只剩韩宗与我 正好都是拥有系统之人 而他这个练气器小卡拉密又怎会是我对手 下一刻他的系统询问是否需要提升境界 代价是扣除群方值两千点 好等我出去俘获更多妹子再将亏空补上 而我则是一惊 看来战斗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临危受命来到秘境 只为替宗门铲除祸害 本以为会受到万众瞩目 哪知众人把我望到九霄云外 几天后师尊才想起还有我这个徒弟 而就在刚刚 韩宗再一次升级战力 林北是吧 这下看你还怎么嚣张 说完韩宗发起攻击 而我用科目三轻松躲避 就这两下子 还以为你有多狠 韩宗怒骂有本事 别躲让我一阵无语 不光要躲 我还要揍你 说完我猛地跃向半空 这是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 正是我刚刚消耗一千反派直血的 下一刻韩宗被强光刺到睁不开眼 紧接着被我的蛤蟆神功相近地面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闪避之为灵吗 而随着神功消散 我从太奶都认不出的 韩宗身上找到群方鹿 却又被他一把夺回 我怒骂都成马赛克了 你还不死 而韩宗握着灵气 我可是天命之子 未来可是君灵天下的大修士 说完他大吼 群方鹿赐我力量 我愿将一切都奉献给你 我疑惑什么鬼啊 怎么还会二阶段变神 而韩宗真的成了半人半骨 群方鹿 红粉骷髅 此刻进步法阵中 明显能看到补架中的金丹 宗主大惊看样子 林北有威胁 师尊碧云仙子则表示 师兄无须担心 小林子向来机智想必 还有后手 而长老依然紧锁眉头 即便如此 我等也要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 镜头回到秘境 韩宗得意我可是金丹七 你没有胜算 一番操作后却无事发生 姿势不对 再来一次 可依然无事发生 我露出三分蔑视七分不屑 像他科普金丹主人 会在其表面留下痕迹 成功晋升金丹七 那些痕迹 便形成悬而又悬的秘纹 可你的金丹一眼望去光滑 无比明显就是假的 韩宗感觉受到冒犯 就算是假的 我也是金丹七 总比你这个 只会逃跑的家伙强百倍 说完我俩又陷入混战 而师尊猛地想起 有个徒弟正在打架 宗主看着水晶球说道没事 还是一个在追一个在跑 等等 他们好像停下来了 秘境中我俩来到一片空底 不逃了吗 你这家伙终于放弃抵抗了 而我表示不是不跑 只是没有必要 说话间我轻松接下他的一击 其实我一直跑的目的 就是为了消耗你的灵力 毕竟你这种假金丹 如果缺乏足够灵力支撑的话 可是会崩溃掉的 我随手便引发惊天意想 让师尊都称赞我这个徒弟果然极品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偷偷翻看了 几眼正经的秘境 请客间心神荡漾随即突破境界 就在刚刚 我把韩宗消耗到没了灵气 继续打我呀 嘿嘿没力气了吧 说完我一把将他的手臂扯断 随后便听到韩宗对我的亲切问候 我表示你能不能有点素质 如此便一口气了解你算了 还有你错就错在敢打我师尊与师姐的主人 下一刻喷的一声 系统提示宿主消灭天命之子 因此其剩余气韵全部转移到我的身上 获得大量反派职的同时 也获得他的法宝群方路 待其系统升级后 还会有更多新的功能 而回到秘境之外 我对师尊表示信不辱命 师尊也破天荒对我竖起大拇指 宗主说到作为奖励 你可提前进入剑法阁挑选任意一本秘境 而以往都是到金丹期后才有资格进入 这次赚大了 同时为了消除韩宗带来的恶劣影响 清云宗重新举办收徒大会 最终有二十人顺利通过考验 而尘埃落定我来到剑法阁 里面的秘籍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剑法炼体吗 有师尊在以后肯定不缺这个 担法和弃法 有系统也不缺这个 而镇法区域前这个标语写得很是拉风 我无语这笔记绝对是师尊所谓 况且也就他这么无聊 下一刻我目光扫上不起眼的角落 这旁门左道又是什么东西 片刻后我内部争气的鼻血便流了下来 想不到这些修仙者竟如此会玩 老前辈的精美化功真是令人佩服 如果真带这些出去肯定会被师尊打死的 貌似还有好多 只是观摩一下倒也无妨 两天三夜之后 我悔恨白白进来一次 完全没有收获 下一刻刺痛的感觉传来什么东西 把我的手指划上 我这才发现是一把古朴的青铜小剑 而其仿佛有灵性一般 下一刻居然金光大作 爆裂的光柱瞬间直冲云霄 师尊与宗主寻着异象来到屋外 这便是师兄你让他来剑法阁的目的 没想到他真的被选中成为传承者 还好剑法阁有阵法 不会让印象被外人知晓 宗主摇摇头知晓又如何 毕竟他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成长 不过可以肯定他便是我青云宗的青链传承者 至于何时获得青链剑点 就要看他的造化 而屋中随着异象消散我一头雾水 系统解释此青链小剑名为天之彼岸 是开启青链秘境取得青链剑点的九把钥匙之一 并且必须集齐九把钥匙才能进入秘境 随后战胜其余八个传承者才能获得青链剑点 好严苛的规则 还有我如何找到其余八个人 不过我记得系统好像有个商场 不多时青链秘境被系统强行开启 其中的剑点搜的一声 弹出下一刻便来到我的面前 消耗全部反派之 我竟直接得到了剑点 嘿嘿嘿毕竟我是有系统的人 而面板却弹出提示 若想解开封印 请集齐九把天之彼岸 或者消耗九十万反派之 我顿时无语 成功果然没有捷径可言 我一头败倒在内兰紫云脚下 而和他一起的还有天命之女谷月 我只好引爆迷雾 只因系统发布任务不能让两女识破 而一切要从刚刚说起 因为消灭韩宗被奖励进入密法阁 我耗费全部反派之 直接兑换青链小剑 可倒霉系统却告诉我 若想解开封印 仍需集齐九把钥匙 或在消耗九十万反派之 而九州大陆分为普通修者与传承修者 普通修者只能按部就班修制精丹境界 可青链剑点只会挑选传承修者 要求其助击时便汇聚普通修者五倍的灵力 并在他们丹田中锤炼出两枚精丹 一枚球状另一枚则是剑形 即使达到原因 他们也会与宿主一同成长 最后在与九人中挑选出 最强也是唯一的青莲传承人 而我打断系统赶快推我反派之 不然小爷一说拍死你信不信 却听系统表示谁让你不提前问我 优贺破系统还敢顶嘴 发泄完怒火我也只能面对现实 就算把丹田压到炸也最多比常人多出一倍灵力 狗系统有没有办法 有的宿主 方法有三 拥有特殊血脉 修炼特殊秘法 或者以丹药辅助 而看样子我只能选最后一个选项 不过这次的价格还算公道 而且狗系统虽然不当人 但也真的强大 直接让我成为炼丹师 且貌似是三界 再加上有四方零和提取药物精髓 炼制极品丹药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不消多时炼丹防现出金光 丹田归原丹 可扩张丹田韧性 品级越高效果越好 我趁热吞了一粒 赶紧吸收药力将它们引向丹田 成了 丹田韧性明显扩张可容纳多一点的灵力 趁热打铁全部吃掉算了 而丹田处则传来扑噬扑噬的声音 一炉十枚一个不胜 现在丹田至少可以多容纳五成灵力 不过也不能长吃 估计得歇上几个月 这期间便去方式买点灵药 炼制些滋养丹来温养一下丹田 丁 看来系统又发布任务 明月当空已是深夜 师妹耐兰紫云百无聊赖 不愧是师兄 一个人化解了那么大的危机 听说他进了秘法阁 我要看看他领了什么好东西 思索间却撇到树下发呆的古月 你鬼鬼祟祟在做些什么 该不会想找我师兄 做上次没做完的事情吧 古月反驳你把他当宝贝 可我对他毫无兴趣 我劝你对师兄早点死心 他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说过了 毫无兴趣 就在这时术后 传来响动之声 让两女同事警觉 真会气 接连遇上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师妹大吼你给我站住 你光还有什么用 说完古月取出小鞭 一把甩向奔跑的黑衣 边身缠绕脚踪 蒙面人硬生倒地 可看样子明显不想让两女看清面 快说 穿成这样又鬼鬼祟祟 你想做什么 却见蒙面人一言不发伸出拳头 随即打开手掌 一颗珠子缓缓开裂 哼的一声 硝烟飞散 两女按道不妙 可挡不住周身变得无力 随着蒙面人站起身形 两个丽人早已昏昏沉沉 不省人事 大吵师妹和古月仙子 此刻懊恼至极 因为一点点好奇心 两人不仅被吊在树上 还被绑成礼包 而遮住两人眼睛 是因为我怕暴露 明天被他们打死 扯下面罩的同时任务完成 我因此也获得五千反派制 一切只因我接下倒霉系统任务 便是将两人 吊在树上六个时辰 若是失败 则强制我围绕青云宗道立果温 两位挺住 坚持就是胜利 还有别怪我要怪就怪狗系统吧 次日赏五灵溪风中 师妹从山脚把我追到山顶 不知是哪个老六出卖了我 师妹却恼火都把我吊树上了 你居然什么都没有做 我只能感叹她脑回路果然清起 只见刚烈女子祭出灵溪火 而我虎屈一阵 纳兰紫云你来真的 就在即将祭天之时 独孤玉现身 助手我有正事要说 两人这才作罢 一个月后便是三宗大会师尊 决定带领北参加 还有古月小姐 师尊也叮嘱你务必一起过去 由于寄人篱下古月只能答应 月色朦胧 后山温泉中 纳兰紫云和独孤玉慵懒地抛在水里 带有灵气的泉水 让两人无比放松 纳兰突然问起师姐三宗大会 要举办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难道你舍不得你的大师兄 才没有 我才不会想那个 成天干坏事的臭家伙 不过话说回来师兄 虽然不靠谱 但我总感觉他是迫不得已的 比如说被什么神魂附体 不干坏事就会暴体而亡之类的 独孤玉则不以为然 打去说找机会 你去问问你师兄了 说话间 纳兰听闻一丝动静 师姐我们的衣服又被偷了 肯定是臭屎凶蛋的 看来我们又要找些树叶挡着回屋 另一边我正提着 他们的衣裙狂奔 对不住了两位 系统刚又发布任务 牛郎与之女 不偷走你们的衣服系统 又要罚我倒立不奔 虽然每次都有反派职 可这已是第一千次干这种事情 就不能给我发布些正常点的任务 早晚有一天 我要打爆你这狗系统 作为证人君子 我却有个反派系统 不仅强迫我通宵观摩世界寝室 还比我顺走师妹八双羊毛短腕 而距离攻略谷月任务时间所剩不多 可如何面对这个傲娇 我很是伤脑筋 哪知当晚这个天命之女 居然不请自来 如此倒是让本人省下不少功夫 就在刚刚趁师姐与师妹 不被我又顺走两人衣物 虽然早已轻车熟路 可我仍忍不住吐槽狗系统 而作为反击系统 又不下夜取任务 我需要再半夜于师尊屋顶高歌 任务失败 便强制我果奔 且要旋转加跳 我无计可施 只能乖乖照做 师尊院中瞬间回荡起 五音不全的歌声 而很不巧师尊被我的鬼叫吵醒 随后便献出老嫂子一般的哀怨表情 由于系统没有喊停 我也只能继续 却没注意身后献出 碧云仙子那张小黑脸 师尊你好 真的好巧 鬼叫是吧 菊花惨是吧 屋顶献出空天巨响 并照亮整个夜空 师妹疑惑天亮了吗 这么快就早上了 再睡十分钟我再起床 而碧云仙子撂下狠话 在干扰民把你炸成灰灰 任务也终于完成 我只得到可怜的两千反派制 狗系统自从吸收群方路后 愈加猖狂 不完成任务 就威胁我以各种姿势果分轻云中 我严重怀疑这家伙 是因为密法格的是公报私仇 而刚刚回到屋中 又开启明天任务 去街上找不认识的妹子 迎师作对 苍天啊 谁能帮我寄了这傻鸟系统 一个月后三宗大会即将开启 由师尊带队众人齐聚非洲之前 我说人都到齐了没有 唐老四 未有限 东方日出 古月 怎么少了一个林北 被布条裹成粽子 一般我嘟囔到师尊 我在这里 优贺 看来我徒儿不太方便呢 走你 师尊助你一脚之力 不多时非洲飞向中洲 屋中我吞去布条 这阵子狗系统害我天天被人走 要不是我假装重伤 恐怕真得绑成木乃伊 去参加三宗大会了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公月古月任务即将到期 由于天天挨揍 我完全忘了还有这个任务 倒是正好他也在非洲之上 不过从哪里入手 我根本没有头绪 恰在这时门口献出古月的声音 看到我别致的造型 妹子经到张开樱桃小组 我心想不错不错 自己送上门来 倒是省了我一番功夫